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有期节目咱们说到 风神演义里面的路鸦 因为路鸦到底是谁在什么层面 争论蛮大 在这个风神演义里面 也没直接说他是谁 他只是说他不去攀陶会 不在玉须宫 也不去玄都 所以在网上对他的评价不同 但是他的本事很大 那当然在你要查的话 包括一些神仙传里面 会谈到路鸦可能是跟 应该是跟女娲 他们是一辈的 和这个红军道人 也就是他的辈分高过了老子 高过了原始天尊 而他们的师父呢 就是叫创世元凌 那就是这么说法 我个人在解释当中呢 就没敢往下解释 只是从他表现里面说的东西呢 就是在风神演义里 在路鸦展现他的能力的时候 感觉上他应该是一个什么层面的人 那有的朋友可能不太认可 有的朋友就 因为他看过一些东西 有一些宗教上的东西 他也拿出来去说 认为应该是那样 那我个人认为觉得 没敢那些东西看过 但我没太敢去 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看法 这里有一个原因 人们知道的道 被人能知道的老子原始天尊 这是大家知道的比较 就是比较确定的 再往上去呢 你就会看到 你查会有各种的说法 为什么我说往下不好说 在中国出现了风神演义的同时 在这个 在这个 埃及呢 出现了摩西 那我们能够记述的只是文字 他能够感受到的 大家就有点 按照中国人的话 就是有点像半辣神话 对吧 但他已经有文字记载了 在希腊 同样有希腊的这个 这个留下来的河马史诗 同样它是文字上的记载 等到了老子传道德经的时候 那包括这个 释迦摩尼佛传佛教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其实包括苏格拉底 我们看到了 他没有直接留下文字给人 是后面的人记述的 这个圣经就是这么来的 不是基督耶稣自己写的 是他后面的人记述的 佛经也是这么来的 只有道德经不是 那你到了苏格拉底那 苏格拉底什么字都没留下来 柏拉图写的 柏拉图写的师父 这里面的原因就是 那些人对人而言 人的镜面更低的话 人不配直接听他的东西 可能朋友可能不太理解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了一个故事 有些人说 你别讲那些东西 你给我证明一下 你证明神佛的存在 我也跟大家抬了杠 你有没有魂啊 你有没有灵魂呢 小样子你这么科学 你给证明一下 你自己的灵魂什么样 鼻子长前头鼻子长后头 还觉得自己挺牛掰的 你自己做的梦 拿出来你给证明一下 演出一遍 还科学证实呢 那是你自己吧 道理是一样的 我说的更苛诚点 你放个屁 那屁出来什么样 你给画一个 人的实证科学的愚蠢 就像这块肉一样 表面的最真实 确实最虚假 所以如果真正你认识自己 你就认识这天地了 如果你真正认识自己 你就认识这天地了 你就知道自己的过去 也知道自己的未来 更懂得今天 而人不懂得的 人自己的人 是完全集中在这块欲望上 摧毁了自己生命的真实 香港01的媒体呢 昨天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武警改革将裁掉 14个机动师 规模减半到40万人 规模要减半到40万人 当初武警在军队 武警的人数可能跟军队有的一比 所以中康的力量那么大 那反过来说呢 国家的负担 镇压的工具的庞大 文章提到说 多维的综合报道说 武警部队所属的机动师将全部被撤销 那如果机动师全都被撤销的话 完全就是打掉他的 摧毁掉他的最根本的东西 那其实还是对 从延续的过程 我还是看到对这个原来政法委的整肃 武警已经归为军委了 已经不带政法委了 但武警的位置 武警这些人怎么放 他就变成了一个累赘 才出现现在的故事 武警司令王宁讲 将对武警领导指挥体制和力量结构进行改革 重点强化军委对武装 对武警的集中统一领导 贯彻军委负责制 军是军 警是警 民是民 所以整个全都收掉 这就这么回事 如果他这么改的话 从2018年1月1号 开始按照新编制走的话 武警就完全被消失 被消失的过程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编制楼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19大之后 我们看到这种消息比较少 我们看到都是民怨的消息 但在驱除 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驱除这个低端人口的时候 确实我们没有看到武警的身影 那这个确实没有看到武警的身影 那如果在过去时间里 我们会看到比较多的 采取的方式是 还是原来政法委的方式 但它内在的结构呢 出现改变 如果从这么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19大之后发生的任何事情 习近平负有责任 因为他已经把权力拿过去 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 毛时代的回归 严密控制下的中国 孔杰荣 是纽约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中国问题专家 孔杰荣呢 在一个环境中 讲了他被监视的故事 他说 北京饭店18层 不接待客人 专门用来监听 住在17层 就18层以下的 17层的客人 每天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些人到酒店上班 坐电梯 每个人拿着一个公文包 那他和他的西方同胞 知道在中国 他们的电话是被窃听的 那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他说不止一次 刚和他在出租车里 谈过话的朋友 一下车就被人家给盘查了 那我个人原来 跟大家讲过故事说 我说我知道长城饭店 我忘了那是第多少层了 长城饭店整层 也是被国安公安包的 整层啊 所以那里面 那些人都是 你看样子 他是带样子 那包括在酒店里 酒店的走廊里面 包括大厅里面 都是有监控器的 唯一我不知道 有没有监控器的 就是厕所里面有没有 或者客房的房间里面 有没有 不知道 那但是呢 所有这些高级饭店 几乎都有的 这是 这是一个监控制的社会 这是一个完全 与人民为 与普通人为敌的社会 他的意思讲说 那是比较原始的状况 那现在其实透过手机 无论你买小米的手机 还是大米手机了 我个人觉得那东西 包括微信 微博 那东西肯定的 新浪微博 2017年拿到了一个 一个奖 自我检查和检举 先进单位 是北京市 举报和自我检查 什么委员会的 那么一个 网络检查委员会 发给他的 那个证书啊 荣誉证书 说希望新浪微博 在来年能够再接再厉 我觉得他不是笑话 他是一种悲剧 这是中国人真正的生活 13亿国民 生活在全世界最大的 视频监控网中 大概全国有1.76亿摄像头 说到2020年 将增长到6.26亿 辉煌中国的节目中说 中国有2000多万个摄像头 在中国天网 这叫大数据工程 改善社会治安 来保护百姓的眼睛 我强奸你 是因为我爱你 就这么回事 我强奸你 是因为我爱你 而满足你的欲望 你不要再去找别的了 BBC的记者 沙磊在贵阳 亲身体验了天网的威力 贵阳警方用手机拍上他的脸 存入了当地数据库 标注为嫌疑犯 然后沙磊就投入了这个350万的茫茫的人海中 七分钟之后 他在长途车站被抓了 那他很简单 他去了长途车站 对不对 那嫌疑犯肯定是找这些交通枢纽了 所以他的意思 他这个测试显示出来这个国家的权力的危言 对不对 但是我杠你个敲门 七分钟嫌疑犯他被抓了 如果是偷鸡猫狗的 强奸妇女的 很多情况下是抓不着的 你们家东西丢了 抓不着的 如果你说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他会能抓着你的 对吧 也就说操控的人抓不抓你 这是关键 他要抓什么样的人 这是关键 那被控制的本身呢 在这个环境中呢 也就变成了人人都是安全的 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人人都是不安全的 当高级动物操控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更加彻底的摧毁 人的本身的基本品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